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政治人物当选为总统 台湾兵凶战位会打仗的话 那么如果是其他政党的人物当选为总统 如何会避免打仗 因为毕竟统一台湾是习近平的一个非常急于要实现的一个目标 台湾如果想不打仗的话很好办 跟中国统一就好了 主动的统一 但是代价是你要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 现在的政治制度 民主制度 以后再也不能一人一票选总统了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香港就是这样的局面 在选举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 首先由官方指定的候选人 你才在这个身上投票或者不投票 那这种政治制度改变 生活方式的改变换来的是和平 你觉得这对选民会有号召力吗 是 当然我们知道台海的和平这是台湾人民的愿望 当然也是中国的愿望 没人想打仗 但是因为有一个台独的议题一直在发酵 所以武统台湾的威胁就一直存在 这是美国犯的错误嘛 我们讲过了嘛 是 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讲 避战其实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那么如何避免战争呢 当然你说今天选了民进党执政就一定要战争嘛 所以美国的兵凶战争呢 事实上呢 不只是台湾独立的议题 其实经济的议题 台积电科技围堵中国的议题 这些都是美国运用的手段 所以我们说现阶段对台湾最危险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美军希望在台湾建立一个军火库 然后把高科技的资源抽干 那么台湾就没有中国值得用武力统一的一个企图 因为即使统一了台湾 并没有办法拿到中国想要的资源 王明兄 这一点我不太同意啊 习近平的伟大目标不是要台积电 他是要完成统一大业 因为一统江山 这是古代帝王这个明军圣军的一个标准 习近平要的是哪怕是台湾 没有了台积电 没有了这个有价值的高科技 也要统一大业 所以我们说今天谁会真的以武力攻打台湾 我们说今天如果说台湾真的有可能要落入中共的手里 那么美国是第一个要先炸毁台积电的 所以说今天事实上对于台湾而言 台湾的危险并不在于两岸直接的火力交锋 而是在于这个议题上面美中之间如何定义台湾 关键是台湾选民怎么判断这个问题 台湾选民是不是我问的问题是 台湾选民会不会觉得我们不想打仗 所以我们选一个民进党以外的政治人物 那这样就可以天下太平 台湾的选民我认为在这个亚洲的民主国家当中 我的观察是算是很成熟的民主社会的选民 台湾选民会这样认为吗 只要我们不选民进党 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 反正就可以不打仗 我们就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有多少选民会因为基于这个在2020投票 其实很多选民都希望选一个 能够主导台湾未来和平的政党执政 但是选了民进党 还是选了国民党 或者是选柯文哲的民众党 是不是就能保证台湾的和平 其实台湾民众心里也很清楚 这不是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两岸人民 是不是有互信的条件 因为今天当然很多在台湾的人 很相信未来统一可以带来台湾的和平 但是我们也想到1949年 多少人因为战火才迁移到台湾去 那么这样子的想法 能够在这一代人里面 心里面相信和中国统一之后 台湾就一定和平吗 事实上这是值得怀疑的 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 这一点是无可避免的 我们最近看到美国的情报总监 在国会他有一个对未来两岸局势的判断 他是这么说的 他原话说 他说习近平现在并没有放弃和平统一台湾 听起来好像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 但是如果和平统一台湾无望的话 习近平有可能在2027年发动台海战争 那么我们来假设一下 习近平没有放弃和平统一台湾 为什么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呢 那我想最起码一点是 在民进党执政的过程当中 习近平肯定不觉得和平统一台湾是有可能的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么换句话来说 等于说习近平没有放弃和平统一台湾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民进党以外的政党上台 那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前主席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 然后国民党的现任的副主席夏立言 两次访问中国大陆 于是呢 传出消息说 这是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迈考尔说的 他说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 跟夏立言访问中国大陆 就是为了为中共大陆在台湾 找一个傀儡来进行密集的协商 赵峰兄你怎么看美国的情报总监这番话 他是不是似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一旦不是民进党当选为下一届的总统 那么习近平就下决心胡同 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共呢 他们常常对外讲就是他们必须 不管无论如何立票统一台湾 和平还是武力的 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他们的选项 那尤其最重要的是 他们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这个部分 但是呢对于很多专家来讲 他们应该都知道 中国要攻打台湾呢 必须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那这一个真正去打下去的话呢 中国输的几率大很多 祖国统一大业是不惜代价的 对但问题是说呢 很有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目的之前呢 中共就垮台了 因为你在这个很多方面战争所需要的成本 还有这个后勤方面所需要的这样子的军民 同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呢 你就达不到 但问题是说 中共他们大概比任何人更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们会希望用其他的方式 能够促成和平统一 那认知战 还有呢渗透 这些种种都是中共以前惯用 拿来自己对付自己的人民用的这种伎俩跟手段 他们现在目前都已经用在台湾 甚至外销到其他的欧美国家 都是用这样的手段 所以呢我是觉得说 中情局这样讲呢 其实是有可以参考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也是当然 这个台湾目前执政党 还有呢 这个信赖 就是说这个赖清德 他自己本身也有考虑到未来呢 他必须要去审慎考量一个地方 就是中共会用什么样其他的手段 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之下呢 能够去操纵台湾 然后呢靠不同的代理人 不管政商界也好呢 还是其他的文艺界 甚至很多不同的对台湾有影响力的人物呢 或是机构呢 都可以拿来作为他们去统战台湾的工具 那我相信未来呢 中共在这方面所发出 动用的资源 还有动用的原力呢 会比以前我们想象的更多 那所以现在美国密集的 在对中国的台湾政策做研究 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的官员 都在讲一个话题就是 中国现在还没有决定攻打台湾 那么好像似乎 台湾未来的和平前景是可期待的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军方 美国军方是完全另外一个态度 美国军方不断地密集在进行军旗推演 曾经有一张照片 在中国大陆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就是美国的军人在军旗推演的时候 背后挂的照片是八国联军 那张照片后面 那张照片所带出来的这个争议 我们今天不去讨论它 美军的不断的军旗推演 也似乎向外界释放了这种信息 就是武统战争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这里面我们过去讨论过 武统战争的发生 除了统一大业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转移中国国内一些不可解决的矛盾 中国现在经济面临非常大的问题 比如说债务问题 就业问题 中国到底在改革开放的路子上 往回走要走多远 会不会彻底回到文革 就像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我小时候就听说 亚非拉兄弟团结在一起 打败美帝国主义 现在看中国的外交政策又是这样 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 如果回到了六七十年代的话 那么同样我们知道六七十年代 解放台湾是一个每天都喊的口号 所以这点我们不可以忽略说 真是有可能不统台湾的事情发生 好了 那作为民进党在展望2020大选的时候 如何让民众得以放心 选民进党会不至于导致战争被激发 即使战争被激发的话 台湾有可能自我防卫 自我保护 能够让民众的损失减到最小 这点在明年的大选当中 民进党应该如何面对选民 民进党必须要让选民明确的了解 我们也知道是说过去几十年来 台湾能够安全的不受中共实质上的攻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跟其他的盟国 有很好的关系 特别跟美国 特别跟美国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也是国民党目前 还有中共他们不断用不同的手段 来去塑造以美论的这样子一个主要的动机 就是因为他们也知道 台湾今天安全的原因 就是因为跟美国的关系友好 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 讲一些言论就是 一旦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是不会为台湾人牺牲自己 美国人的生命的 这点虽然拜登讲了很多次 虽然很多高官讲了很多次 但是这种正如你所说的认知战 这种一直还是存在 那么民进党要如何面对 包括台湾其他政党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选择了我如何才能避免战争 如果战争这次爆发的话 如何才能避免台湾受到最大的伤害 这一点上民进党应该怎么做 其实每个人的小孩都是自己的骨肉 那当然美国会希望能够减低 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将士的损伤 同样的解放军 他们也希望降低他们的损伤 他们很多的小孩 今天在军队里面也都是独生子 也都是爸妈的心头上的一块肉 他们也愿意为了一个 他们从来没有统治过的一个岛国 去打嘛 现在中国的官方的宣传是影响民众要像在长津湖一样 有冰雕连也在所不惜 对 但是我们知道说 就可能一两年前他们也是有跟习近平政权讲过 就是说今天你战狼外交所迎来的战争的话 我们不愿意为你牺牲去打 这表示说其实在中国他们自己本身内部 他们也知道说要发动一场战争的话 不仅是上面的要同意 下面的军队也要必须要去配合你这样的策划 所以这种种的这样子的一个默契要达成之后 才有办法真正对台湾做出一个真实的攻击 那美国自己本身跟欧洲国家一样 在中国也是有部署不少的情资的网络 我相信他们在这方面的讯息都可以很快的告诉他们这些盟友 就像俄乌战争之前拜登早就说普京一定会打乌克兰 没有人相信那是他确实他用了情资他知道 对 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他们必须要让选民了解说 就是因为跟美国这样的关系 在情资方面的这个分享 还有在这个技术方面的合作 还有种种的军援 像现在有很多人讲说 美国希望在台湾设立这个弹药库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不是要引发战争呢 不是 这个是以战逼合的一个做法 就是让中国知道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你要来打的话呢 你是撑不过这么久的 或许在你还没有达到台湾的这个港口之前呢 你可能就已经被剑灭了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准备的那个手段 所以美国这样的做法呢 台湾这样的配合 就是要让这个台湾 不仅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商业界 还有他的人民感受到安全 同时呢也要让中国知道说 你今天要攻击台湾的是不治的 所以千万不要误判这个状况 我相信民进党在未来的选战里面呢 会尽量的去诉说这一点 也希望人民了解说 你看过去几十年的和平 过去几十年安全 这些是你们要去聚焦的重点 而不是美国他们到底动机是什么 美国他们到底担不担心他们自己人民会受诉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民进党执政八年 其实台湾给中华民国台湾带来最大的变化 是在国际的能见度 特别是美台关系的发展 我想这一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因为美台关系的发展 令到台湾成为美国在生产供应链上 一个作为可依靠的一个盟友 包括高科技晶片方面 而美台关系的发展 也令到美国愿意用更多的军事武器 更多的资金 甚至用更多的人员来培训台湾的防卫力量 那么这是台湾在民进党执政八年 我觉得发生最大的变化 当然也会有缺水切电等等这些声音 那么接下来在2024大选当中 台湾的选民恐怕要面对一个话题 就是台湾是要跟美国加强关系 还是要跟美国梳理关系 而取悦于中国 你觉得台湾民众在这点上会怎么选 我觉得台湾民众现在已经习惯了 现在安稳的生活 所以他们有这个余力去考虑到这些问题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 但是在选战的时候 就要看各方他们对于这个议题 会有怎么样的解读 民进党方面会希望人民了解 珍惜他们现在有的一切 这些有的一切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默契 就像您刚才讲的非常好 台湾在过去八年 让世界得到了 它得到很多能见度 但这个能见度哪里来的呢 而是因为这八年里面 让世界发现台湾原来这么重要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过去可能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谈这个台海问题的时候 就只有美国 中国 日本这些周遭国家在谈 但是现在全世界每个议会都在谈说 台湾的安危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对世界没有威胁的话 这个威胁有很多 包括军事上的威胁 包括没有遵守国际规则 包括加入WTO之后 没有履行当初加入的一些承诺等等 中国对世界没有威胁的话 台湾就没有价值 对所以两个方向民进党必须要让选民知道说 与中国议和与中国谈和是与虎谋屁 这是绝对不可信任的 从过去我们就看到极权国家 他们就是有这样子不被人家信任 会去违背承诺的一个惯例 俄罗斯Mansk Agreement 这个他很明确的违反了当时这样的协议 攻打了乌克兰 中国难道不会这样做 当然会 那你跟美国过去这几十年来往 让你现在经济那么发达 因为美国市场关系 让台湾的产品可以销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属自己拥有的 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另一方面 美国现在让台湾变成一个 在国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战略角色 那对于欧洲大陆来讲 对于东亚来讲 对甚至现在的阿克斯联盟 他们都会谈到台海的安全 所以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重视的一个热点 那这个热点只要维持稳定的话 对全世界来讲都有好处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能见度 让民进党执政的话 可以继续保持这个能见度 这个能见度确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变化 连这个被打的焦头烂额的乌克兰也在说台海安全很重要 所以说这次2024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 美国兄我们可以把它放大来看 他并不是要选择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 其实他选择的是中国和美国 所以台湾民众把票投给哪个党 等同于他们间接选择是站在中国的一边和站在美国的一边 民进党执政八年 美台关系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而恰恰国民党在跟美国的这种密切联系方面 很明显弱于民进党 那么国民党如果想要2024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 想要2024打败民进党的话 他们如何面对这个话题呢 是我们看到国民党过去呢一直以来呢就是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亲中卖台的党 那么这种角色呢不断的被抹红 所以说呢每一次在选举的过程中间呢 中共都有飞弹的威胁军事武力的威胁 所以让台湾民众呢更加的警觉 那么也就呢让这个民进党有了空间去发展 但是呢其实我们反观其他的亚洲国家 对比台湾的现状 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新加坡也好 大家都是在亚洲都有军队都有自己的武力 但是呢在这40年的消涨下来 我们看到台湾的武力消退是最快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台湾与中共的对峙情势 其实并不比南韩北韩差 但为什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这个执政党 那么信任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不会打仗 而让自己的军力不断的削减 因为你改革开放30年 中国确实对台政策有很多软化的地方 是的 而近10年来才发生了一个转折变化 所以在那前30年当中的前20年 可能前25年好像两岸基本上 大家不提这个武统的这种风险 关键就在经济 因为在经济的互动之下 两岸人民的感情逐渐建立了互信 这关键也在美中的关系 这跟美中的友好和对立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过去美中的关系也不断的在发展经济 以前陈水扁要做什么 美国就说麻烦制造者 所以说在这样子的氛围下呢 造成了台湾现在事实上在国防武力上面 的确要对抗中国是几乎不成比例的 那么这样子的状况 当然美国也警觉到 俄乌战争之后发现要武装台湾 必须在武统台湾战争发生之前 让台湾变成一个刺猬岛 这样子才有机会让台湾自己能够存活下来 而美军呢当然在任何战场上面 我们都不会看到美军出现 他牺牲他的子弟兵 为其他的国家人民去战争 那么俄乌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2024的大选 其实关键也在于经济 中国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ECFA现阶段面临挑战 而中国的经济现在 它的成长也在被质疑 如果中国经济一旦发生问题 而对台湾的优惠 让台湾不断的赚进人民币的这种贸易方式 如果中断的话 那么台湾将来面对的不只是兵凶战危 而是在经济上面大量依存中国的出口 来支撑台湾的经济 那未来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台湾未来的生活 台湾的国际地位 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的这样子 像过去那样发展呢 这就是值得怀疑了 所以说今天的选举不是选美国还是中国 而是台湾人民要选择自己的态度 如果说在面对中国的压力之下 不管是军事压力经济压力之下 台湾要怎么样面对中国和中国继续的交往 这才是台湾要真正决定的方向 一国两制中国说了 指明了道路了已经 今天即使是一国两制也好 还是未来怎么样在经济上面能够继续合作 而在政治上面维持现状 这都是台湾人民的意愿和决心 那么只要决定了这样的方向 那么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 才有继续往前推进的可能 要不然现在台湾只能作为棋子 美中之间就决定了台湾的命运 可是客观现实就是 如果你在大选当中投票给国民党的话 我们刚讲了 民进党在执政八年 美台关系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反过来国民党如果执政的话 美台关系似乎不可能达到这种发展的速度 那么如果是在大选当中 民众把票投给了国民党 投给了民众党 那么换句话来说 就是他们更加觉得跟中国在一起 来进行经济交往 会对台湾的未来有好处 那这样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就必然消退 事实上国民党在美台关系之间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感觉上 没有办法像民进党跟美国那么融洽 现在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访问美国很明显 现在美国的态度是拒绝 直接和国民党大方面的 大方向的合作 就是高层的这种公开的互动 但是我是说今天如果国民党有执政的机会 其实国民党和美国的关系并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今天的台湾选民 是不是还能够认同国民党 这才是一个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如果说国民党要先取得美国的认可 然后在台湾才能得到选民的认可 那这样的逻辑他很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再次执政 所以现在台湾民众在观察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除了看他们正刚之外 其实美台关系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包括现在美台正在谈的很多相关的贸易协定 也是影响刚刚民党中所的经济 是未来最大的问题的一个要点 台湾的大选还有大半年就会发生了 我们在今后还会跟两位继续来讨论相关的话题 非常感谢两位 批判失事解读新闻 我是张秋杰 下个礼拜投赛时间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